你可能很難想像一支電腦病毒 它可以影響一整個機台 甚至是一整條的這個產線 其實這幾年 臺灣的電子供應鏈 是得到了高價值的肯定 不過現在也變成是 駭客盯上了這個肥羊 要請教曲博 為什麼連像台積電 台達電這些大廠都躲不過呢 對 這個資訊安全 會變得越來越重要 那各位知道在這個二零一八年 曾經傳出台積電的機台中毒 對 那個時候呢 竟然一個小小的病毒 在機台裡面廠內擴散 結果損失高達二十五億 那台達電在二零二二年 就今年的一月 也有駭客聲稱入侵了 他們的這個系統 而且索討這個四點七億元的贖金 所以回頭來看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我們這邊要特別強調的就是 這個工業的自動化跟物聯網 大家聽過很多 事實上他是加速了資訊 資訊安全的危機 各位知道在這個公司裡面 我們常講兩個很重要 一個叫營運科技 就所謂OT跟資訊科技 也就是所謂的IT 那過去的生產機台 都是在公司內部的 所以他是不連接外面的網路 所以被駭客攻擊的機率就很低 可是大家應該常聽過 什麼工業物聯網 甚至未來還有車聯網 所以這種工業物聯網 就是導入這個資訊科技 資訊科技一旦導入之後 就會讓這個內部網路 會連接外部網路 這就有可能讓駭客有可乘之機 特別是除此之後還有所謂的物聯網 各位常看到這個字 各位可以想像嗎 什麼東西都上網 所以你家的監視器也上網 所以駭客是不是直接入侵 你家監視器就把你家看光光 那更好玩的是車聯網 車聯網現在做得還不好 但是未來的趨勢 一定會做車聯網 所以意思是駭客 只要入侵你的車子 你開一半 但是你的方向盤跟煞車 是駭客在控制的 這個事情很嚴重 所以資訊安全就很重要 而且這個趨勢科技也曾經分析 他說光是今年 攔截了六百二十億次以上的威脅 而且是以每半年增加 一倍的速度在成長 所以這就意味著 這個駭客的攻擊是越來越嚴重 而且在二零二一年 全球製造業被攻擊的數量 首次超越金融業 這句話什麼意思 金融業是管錢的 所以以前駭客就供金融業 可是因為現在金融業 被主管機關盯得很緊 要求他們要增加這個安全性 結果金融業不容易入侵 所以他們就轉而入侵這個製造業 所以這個是蠻嚴重的 狀況必須要處理 但是製造業如果說我要去正視這個資安的問題的話 他有沒有一些困難性 這就牽扯到製造業 有的一些傳統比較傳統的製造業 他們跟上這個時代的速度沒有那麼快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製造業部署 資安到底有哪些問題 第一個就是防護意識低落 因為製造業的機台主要是在生產 所以通常大家比較在意他的生產效率高 資訊安全就不是重點 第二個就是機台新舊不一 各位知道有些機台是舊的 有些機台是新的 然後軟體又不同版本 作業系統版本不一樣 那管理就很困難 還有第三個就是駭客的行為改變 以前的駭客純粹入侵你的電腦 只是想要證明他很厲害 但是現在的駭客不是 現在駭客是要索討金錢 然後最糟糕的 最近又發明了一種東西叫加密貨幣 完全沒辦法追蹤 所以駭客拿這個東西來洗錢 你還抓不到他 所以駭客他也想要賺錢 所以我想當金融業不好攻擊 他們就轉向製造業 這非常合理 那我們應該要怎麼去對付他 所以這個在資訊安全裡面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觀念 我們把它稱為零信任 ZTA指的就是 他的核心精神就是驗證 而且永不信任 就是針對任何一個 要連結進去的這個人 不管他是公司的員工 還是在內部的網路 還是在外部的網路 通通要重新驗證 所以我不信任任何連結進來的人 所以這裡面零信任 有三個重要的核心 在安全設備上 不再有信任跟不信任 什麼意思 以前公司有分內部網路 跟外部網路 外部網路當然不能信任 但內部網路 大家原本覺得內部沒問題 就在我公司裡面應該是沒問題 不是了 以後連內部網路要登錄 我也要驗證 ZERO TRUST 都完全不能信任 對 必須要做到這樣 再來就是不再有信任 跟非信任的網路 也不再有信任跟非信任的使用者 反正每一個登錄 都需要重新驗證 將零信任擴大到 資訊安全的層面 也就是不管你在什麼地方 都必須確保資源 是以安全的方式在存取 採用最低權限的策略 意思就是說呢 你高的權限 他可以變更的這個環境參數更多的時候 我就要用更嚴格的認證 如果你只是一般的使用者進來 我就是給你最低的權限 那如果說企業擔心自己會被這個駭客攻擊的話 如果說我去用這個CDN這套系統 到底有沒有用 對 所以我們簡單介紹一下 傳統的企業 他譬如我舉例外商公司他的總部可能在美國 對 那他可能也用了一些雲端服務供應商的東西 譬如可能用了一些網路的APP 自己安裝的APP 甚至是所謂的這個軟體級服務的 這一種供應商的這個軟體 對 那你的機構可能在全世界 譬如說我今天在臺北工作 對 那以前我們的做法就是必須從臺北 先連進美國總部的電腦 再透過美國總部驗證完之後 再連結到雲端的這些服務商 所以意思是什麼 意思是全世界 如果是這種全球化的公司 他從全世界任何一個角落 都必須先連到美國總部 再從美國總部連出去 我想這個最後瓶頸就在這個地方 所以開始我們就要強調 所謂的內容傳遞網路 CDN這個概念 就是必須要找到這種供應商 可以在全世界都安裝這種 叫做安全訪問的邊緣雲端 簡單的講 就是在全世界各地都有伺服器 而且這個伺服器 必須是能夠阻擋 駭客攻擊的伺服器 所以你今天在臺北工作對不對 你就不需要再連進美國 再連到雲端供應商 你直接連到在臺北 這邊的邊緣伺服器 而這個伺服器有能力 去阻擋掉所有駭客的攻擊 那經過這個邊緣的伺服器 就直接連結到雲端的供應商 這樣就不會有這個瓶頸的問題 所以基本上要對付駭客 坦白說也沒有什麼好方法 就是要有伺服器 而且這個邊緣雲端的伺服器 是可以具有一定的 這個阻擋駭客的能力 幫你把這些攻擊給擋掉 這個大概是目前比較合適的方法 好 我們看到除了這個企業 跟駭客之間的這個戰爭 我們稍後要來關注的是 這個專利戰 時隔九年 大力光又對玉金光提告了 這一次到底是什麼原因 我們先休息一下稍後回來